好,各位同學,接下來我們看Unit 1 Part 6, question number 5,第一單元的第六部分第五題。 題目在黑板上,我們來看一下。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would prefer 控格 this item delivered in the morning or the afternoon. 這裡我們考一個特殊字,prefer. 好,prefer這個字呢,它後面可以同時接不定詞,也可以同時接動詞ing,都是屬於正確的喔。 那在這邊也有不定詞,也有動詞ing,那請問一下,要怎麼接才正確呢? OK,好,你看一下,prefer它加不定詞是正確,加ing也正確,prefer的意思就是較喜歡。 請讓我們知道你是比較喜歡讓這些東西呢,在早上寄答還是在下午寄答? 首先你先要看一下,這邊有個字,delivered,items delivered,讓這些東西,因為item就是受詞啊。 好,受詞本身會不會自己記自己?不會,它是被記的,它做的動作是被動的時候,被動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我們要用的是什麼? 詞,還記得嗎?就是要用過去分詞表被動,OK? 所以讓這些東西被記,然後可以說它是十一動詞,還記得十一動詞,我們在之前有講到十一動詞 有比較常考的是,let,have,make,好,死,讓,叫這三個字,然後後面可以加什麼?這三個字,後面可以加受詞,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我們來看一下,十一動詞我們把它,位置把它寫過來一點好了 十一動詞有剛才講的,let,have,make,後面加上受詞之後,再加一個這個,有三個字 有三種,第一,如果受詞可以主動作,主動作的話,那麼我們要用的是圓形 OK,那如果受詞沒有辦法主動作呢? 實際動詞是只有兩個,實際動詞是只有兩個,比較常見的是兩個 如果受詞沒有辦法主動呢?它是被動作呢? 被動的時候,我們才要用BPP 那剛才感官動詞才有第三種,感官動詞是RNG,表示那個動作的進行 但是在感官動詞,十一動詞就只有前面這兩個而已 所以我們剛剛多寫了一個,實際動詞沒有這一項 OK,所以想要讓我們知道,你是想要讓這個東西早一點早上記還是下午記答 OK,所以是讓這個記答的話,prefer後面可以加動詞RNG對,加不定詞也對 那這邊動詞RNG的這邊列入考量,然後呢不定詞列入考量 那兔加RNG就不對,然後呢過去式也不對 好,那讓東西記答的話,就是用實際動詞let have make 所以應該選的是B,而不是用A 雖然文法是RNG,可是你看啊,記東西被記很奇怪 另外,delivering是不可以再加那個,他不能再加那個PP 所以我們是要用實際動詞have,讓這些 to have,讓這些東西 be,to have this item delivered 讓這些東西被記搭,in the morning,在早上被記搭 或者是the afternoon,或者下午,OK 所以在這裡,我們正確答案選的是第二個B,OK 文法上是兩個都對,可是呢,配合那個意義的話 我們只能用它去看 假設今天把A改成having的時候 這個時候A就可以選了啊 但是他沒有這樣子,因為如果A對B也對就不行啊 他只能對一個,OK 所以他就用另一個字delivering來搞分我們 那文法上的話,在這裡如果寫桌上使用having 或是to have,文法上都是對的 但是在實際運用詞裡,我們只能選第二個B 因為這個delivering的話,就沒有那個 不可以說記東西被記,是讓東西被記 所以要選的是第二個 好,那這一題到這裡結束囉 好,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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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